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需对他人有利 不能误解佛法 而以一种宗教的狂热 轻易地牺牲宝贵的神秘 何谓清净的布施心 即使以诚恳的态度 供养的态度 没有条件地来布施给他人 所布施的东西 都是能够利益他们的 一 就目的来说 以布施与三宝有关的性质为家 二 又如慈心的布施 例如帮助父母得到快乐 三 又有一种悲心的布施 例如对贫困者 病者的布施 这些都是根据经论所说 最适当的布施方法 在做无畏师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时 我们千万要记住 要有清净的心 自己的心要清净 布施的行为与布施的目的和目见要清净 在旧布施方面也 当我们听闻佛法后 不仅仅自己知道 而且要想办法帮助别人知道 让他们了解佛法 引导他们 这时先要知道自己的情况 先了解自己有多少能力 同时也要了解接受佛法布施的目见情况 行布施时要有三种清净心 即以三种正确的观念 观想行布施 也就是三轮体空 一 应了解自我的真理 应了解故事者无我 却是一种幻化的 二 应了解所故事的东西也是幻化的 三 接受我们布施的物件也是幻化的 如果以这三种观想行布施 则我们所做的布施就能超越世间的布施功德 因为这种布施没有烦恼 没有污染 布施可增长我们的功德 但要再次强调 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一 给他人任何东西 应该要祈求 给这些东西会帮助受帮助的众生 将来救尽臣佛 二 不该在布施时对所布施之物产生任何执着心 三 心无存任何的条件 也不盼望任何的收获 无论是世间的或初世间的收获 若能做到这三点 所做的布施才真正是功德无量 布施的回向 如能将布施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 则我们所得的功德 将会更稳定广大 更能导致世间及初世间的成就 二 持剑波罗蜜 持剑也是非常重要的六度之一 它可以帮助我们世间和初世间的成就 中润云 因布施可得到财富和顺境 但是财富也可能导致我们堕入三恶道 因布守戒之故 为了行布施且不堕三恶道之故 所以我们要有世界 龙树菩萨在给道友的一封信内有如下之句 持戒是一切的基础 依此基础可以使我们得到世间的成就 也可以得到成佛的最高成就 持戒的方法 一 首先要守戒 然后要守戒 守戒的目的是使心平静下来 心能清静 然后可以明白真理 二 守戒亦可以累积功德 此时必须注意我们的信念 三 要以一切方法来帮助人 一般的戒是为了自己求解脱的戒 如前述之七种别解脱戒 特别的戒 特别的戒就是帮助别人 利益方文戒 当守七种别解脱戒之任何一种时 一 若是为了成佛而受持 则在身 口 意 三门 人需以文思修三方面用工之 二 在回向功德方面 要多念祈请文 一 向诸佛菩萨祈祷 三 在自身行为方面 则要发展一种非常精进的心 关于持戒和递他方面 一 即使以身 口 意 尽量去异理他人 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起烦恼心 也就是当我们以逆他的行为 逆他的语言和意念 使他人得到快乐时 自己不能有丝毫的不愉快 二 如果为了自己的欲望 而来做不失的修行 这就是有执着的心 如此不但自己得不到快乐 而且永远也不能得到满足 三 世尊曾经对他的父亲说法 说到 世间物质的要求与欲望 或者是世间一切的成就 是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就好像在梦中喝水一样 不能止渴 四 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不失 有烦恼 有执着 因此佛陀一再地教导我们 对一切要能够满足 减少所有贪婪的心 这就是一种持戒的方式 为了使持戒的修行更为有效 应该要了解我们自己是幻化无常的 在回向上也是这样做 如果能持戒 且具有不二的见地 了解空性 具慈悲心 则我们的持戒 将超出世间的持戒功德 三 忍入波罗密 忍入是我们称心的解毒药 当一个人愤怒时 他的心自然一片混乱 心境无法平静 在这种情况下 是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的 更不幸的是因愤怒而遭受不良的后果 所谓忍入 不仅是对我们有伤害的敌人 要容忍受他 而且其他一切的境界也要忍耐 我们要接受忍耐一切困境 我们要接受忍耐一切困境 又例如在接受深的佛法 我们也要忍耐 慢慢地来学习 所谓高深的教法 譬如普二见 空性是很不容易了解的 必须有耐心的学习 当我们面对敌人正要伤害我们时 该如何发展忍入心 一 首先因观想对方要伤害我 这是由于我自己的罪过 也就是在某种情况下 我不能给他快乐 惹起了他的诚恳心 而 以这样的观想 我们就不会把他人的怨恨 认为是他人的过失 我们会想到 这是因为他心里起了烦恼 他的行为已被他的烦恼所控制住了 他毫无选择余地 因此 无可奈何地对我发脾气 三 当他对我们怨恨时 我们要知道 他现在的心里一点也不快乐 而且正在受苦衷 想到这里 我们不但不会对他给我们的伤害 起称恨心 反而会对他生起慈悲心 四 吉天菩萨承说 有一个人生了重病 被鬼魂俯身 去找医生求治 见了医生 就对医生发脾气 把桌子也打破了 此时医生心里很明白 这个人发脾气是无可奈何的 并非他的过失 因为他被鬼神所控制住 生不如这 五 同样的 对我们有怨恨的人 伤害我们的人 以这样观想 我们就不会怨恨他了 反而会发展出忍悟心 当我们遭受困境时 应该如此观想 一 这个困境正好可以帮助我们修行 也正好帮助我们利益别人 对自他多努力 二 就好像我们饥饿时 口渴时 或身受种种痛苦时 这时候 我们一定要忍耐 这也是我们修行忍辱的方法之一 三 有如同病人 为了要治疗疾病而接受手术 手术就是一个很艰困的时候 很痛苦的时期 而我们为了成佛 为了将来能成就就近的快乐 为了治疗疾病 则对所遭遇的一切痛苦 要忍受之 四 精进波罗蜜 这是对治我们懈怠的重要修行方法 比其他五种波罗蜜更为重要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精进的能力 则不但自己不能够累积功德 同时也不能够利益他人 也不能够得到成就 这是因为我们有障碍 必须以精进来过除这些障碍 所以没有精进的修行 就没有一切的成就 精进的定义为何 一 首先要了解真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因果丝毫不爽 因此 如想要得到好的结果 则现在必须非常精进的修行 二 除了要了解因果道理 最重要的是了解无常 如果深切了解无常 我们就会自然的精进 因此 修行人要时常观察万法的无常 三 佛陀曾开示 人在灵命中时 人的心事离开身体 四大分散 因生命是无常的 而佛法在世间也会慢慢的衰退 也是无常的 人的灾难 本集中的灾难 總集中的灾难 人的灾难 人的灾难 纳祂 官方的灾难 人的灾难 人的灾难 国人的灾难 第不灾难 要以免 Dob 是 自己我 现在 最高注意 而为 灾难 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斋 点灯 慈悲施食 要供焉供 广阔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12月29日星期五 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上午9点开始 恭请心意法师 柜台法师 广阔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陈真义工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7楼 南摩无构光明 厌光尊圣 妙香威德如来 南摩无构光明 厌光尊圣 妙香威德如来 南摩无构光明 厌光尊圣 妙香威德如来 念诵一遍 能消除取上师 及密称财务罪障 高雄市民消除取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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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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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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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手上心事 与父母诗 十何一字 始终发空下 不舍命 不够无忌 不曾不见 时不空中 无色无声 想继续 如烟耳铭 时时铃 自身上 为出发 无言间 乃至 故意世界 无名义 无名尽 乃至无老死 已无老死记 无故记得到 无知义无得 已无所得苦 无底洒脱 已多热 多若你多苦 心无怀 无话百苦 无有风路 愿你颠倒闹地伤 不究竟涅槽 时铃 时铸铛 已无人 无罗你多苦 无人 无Sung... 无人 无尽 此度在حت悟 无数人 无远 无君 无人 信地迷 Brouz 伤出一切哭 成现幸福 不说不论 活命多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